各位好我是陈一家和大家来一起关注一下2013年4月11日星期四来自于会市最新的资讯 美元在今天对于主要的货币不管是欧元一半还是日元都是呈现走软的 在今天经济数据层面美国公布了本周的首次失业人数下降4.2万人到34.6万人 那这样的一个数据对于上周的明显上浪之后呢有相当不错的改善平稳了现在的交易情绪 另外今天公布的还有三月份的进口价格指数环比下降了0.5% 而出口的价格指数呢则是环比下降了0.4% 在欧元区方面市场关注的是意大利今天进行的对于三种不同到期时间债券的排卖 应该说呢需求还是比较强劲的 另外在今天公布的还有德国最新的一个呢CPI 三月份的零售价格指数年比增长1.4%而月比增长幅度是0.5% 另外呢可以看到呢全球的股市呢包括美股呢还在进一步的出现增长 现在欧元对于美元的比价呢是上涨到了1.3127 而美元对于日元的比价呢是下滑到了99.56 欧元对于日元的比价是上升到了130.60 根据trading central最新的分析来看的话呢 抓到货币呢对于呢日元的比价呢有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在支撑线上有所冲高 而欧元对于美元的比价呢已经是超过之前的高位进一步的上涨 以上就是来自于会议市最新的资讯 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陈一家我们稍后再会